加油 你很大愛 輕拍兒子胸口 方媽媽忍著悲痛 跟兒子道別 挺肥 今年35歲 在台北工作的方先生 日前回到台東與媽媽過節 騎車時鑽上安全道 急救後醫生判定腦死 媽媽依照兒子的遺願 將器官捐贈 我現在像這個兒子 我心裡很痛 但是我來想說 他都把化療療變回符 也當他沒有效果 所以我給他大愛 我給他器官捐贈 而自發揮大愛 捐出心臟 兩枚腎臟 還有兩枚眼角膜 方媽媽的哥哥 也是花蓮慈濟醫院 第一例器官捐贈者 多年來一直在找尋 這一個捐贈者的家屬 沒有找到 就要在這一次的機會 當中我們有在相同 這個醫院真的是非常出色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 這樣子的一個宣揚 讓大家知道 大愛就事實上可以做好 然後做很多地方的生命 台東的慈濟人 陪伴方媽媽送兒子最後一程 也感謝方先生以愛人間 讓生命再延續 大愛新聞 珍珊美志工 045月 台東報導 大愛